你 我去给你买水 买什么水啊 说公了 怎么了 不开心的样子 今天一直给你扯后腿 你说工作而已 扯不扯什么后腿吧 可是我觉得很丢脸啊 丢脸 你再丢脸你能有我丢脸吗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上学上的第一堂课 就是解放天性 老师要求我们每一个人 都演一个动物 我的同学都演什么狗熊啊 狮子啊 老虎啊 猴子啊 沸沸啊 还有演海豚呢 我当时就在想 我演什么才能够与众不同 你瞧我演了什么 我演了一只大螃蟹 螃蟹是这样 没什么 我一坐下的时候 抓 裤子就开疼 帮着所有同学的面 你说你丢人了 还是我丢人了 你知道吗 我人生中间的第一个角色 是我同学介绍给我的 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也没有经纪人和助理提醒我 所以我到了剧组去洪冲直撞 导拿一号镜头 看回放的时候 把导演挤到一边 真的他们特别地无奈 没想到这个事情传到了学校 所以我的同学就再也不给我介绍任何机会了 怕我给他们丢人 但是你现在还是坚持过来了 因为当时我迷上了切克夫 他的小人物是我百看不愿的一个故事 当时我上学的时候 一心想着拍男主角 我要当男主角 可看完小人物以后 我才发现 其实每一个小人物 都是一个故事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后来我就潜心研究 每一个小人物的内心心理壮大 他们内心的感受 他们的背景 他们的行为动作 可能因为这样 所以后来我的机会就越来越多 对了 说到这儿我给你看样东西 好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樱桃园 干啥 上学的时候我演过里面的男主角 罗巴欣 这么多年过去了 如果再让我选择的话 我肯定不会演罗巴欣 我会选择女主人的哥哥加耶夫 你知道吗 其实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 并没有用过多的比喻 但却给我更多的想象的空间 比如 她是如何面对妹妹这样处理问题的 在新旧两个时代交替的时候 她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最后 她成为一名银行职员的时候 回忆其意间 她心里的状态是什么样 你懂吗 来 你看一看 我最喜欢的一张银啊 那呢 这儿 你看啊 是 这是个宝贝 亲爱的 尊贵的书柜 我向你致敬 在一百年的时间里 你一直在为善良和正义的光辉理想服务 你对于创造性工作的无言的召唤 在一百年的时间里 从来就没有减弱过 你在我们家族的一代又一代的心灵里 点燃了对美好未来的信心 你在我身上培养了 善良的美德和社会自觉的理想 是的 哥哥还是那个样子 怎么了 白球巾右边角的往东 斜打红球巾中间的往东 满人次的白花 柳包袱 你没有忘记吧 这条长长的小路一直延伸下去 像一根拉长了的皮带 在夜晚的月色下闪着余光 你还记得吗 你没有忘记